白色看起來超紅的 對啊 哈哈哈哈 這一個呢 反而是一個公雞的尾巴毛 閃閃發亮 對啊它會有點發亮 它甚至有一點 你看像這邊的光澤 它有一點藍綠色的 一點這個光澤 今天的影片結尾一樣會有抽獎時間 記得要開啟C字幕 而且一定要看到最後面喔 嘖嘖開箱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一個東西呢 是一個 跟我很陌生的東西 大家看我這個樣子 就知道我平常是不做家事的 洗衣打掃煮飯啊 通常都會有人主動來幫我做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是一個 雞毛膽 傳統上會被拿來作為清潔用的東西 因為其實就算是現在 有時候你在清一些 比如說 車子嗎 然後窗戶什麼 就好像有的東西 還是用雞毛膽子比較好用 書架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這個東西叫做 會帶來好運的雞毛膽子 我們再來一一介紹 它為什麼是一個帶來好運的雞毛膽子 那這一款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它跟一個IP叫做奧樂機合作 所以就是雞毛膽子 它配起來就變成這樣 就是它貼在這個雞毛膽子旁邊 那像這個雞毛膽子 它的特別就是把它做成一個鳳梨形狀 鳳梨就是翁來嘛 旺來 讓你帶來好運的雞毛膽子 配上這個可愛的奧樂機 其實它的毛的顏色 我覺得也都蠻漂亮的 我們等一下會再一一的給大家看看 這種皺褶啊 出現在這些角色身上 我都覺得很可愛 出現在人的身上就笑不出來 胖的狗 胖的貓 然後很多人都覺得好可愛 這是美人權 再來呢 你看它這個光是毛色的部分 它就有三種不同的雞毛 像這個就是母雞的肚子毛 其實都很好摸耶 你們沒有辦法摸到有點可惜 但也會覺得說 我現在旁邊是一隻畜生嗎 是活的嗎 超很軟的 對很真實的毛的觸感 感覺就是好像剛拔下來 像這個就很特別了 我們剛剛一直在看很久 說它說這是烏骨雞的雞毛 然後我們戲裡就想說 烏骨雞它不是應該是黑的嗎 就好像不是 烏骨雞它是 骨是黑的是不是 因為我有吃過烏骨雞啊 看起來就是黑黑的啊 白色看起來超猛猛 對啊 哈哈哈哈 這一個呢 反而是一個公雞的尾巴毛 像小牌 對啊它會有點髮量 它甚至有一點 你看像這邊的光澤 它有一點藍綠色的 一點這個光澤 幸福美滿 進化好運 把一些髒東西帶走這樣 驅邪必凶 正煞 那它這個餅就是木頭做的啦 所以它是有做比較粗一點 然後其實觸感或是什麼 也都蠻不錯的 是蠻舒服的 這一次會來做這個 帶來好運的雞毛膽子 其實它就找了 在台灣一個非常資深的一個師傅 它算是做雞毛膽做了幾十年 算是國寶級的師傅 雖然我們對雞毛膽子的那個研究不是很深 但是它這個做出來確實就是蠻不錯 跟我們在市面上一般買到雞毛膽子 就真的完全不一樣 很有質感的一個雞毛膽子 那我們來親看看 讓你們看一下我做家事 連我媽都沒看過 雖然你們幸運 不會啊 開箱我們做我們家事 上次我回家 因為今天也不是中秋節跟那個雙十節 然後我回家 我親戚就在那邊討論說 你們有看到佳瑞的影片嗎 他居然做菜耶 我覺得蠻療癒的 而且聽到鍵盤在發出這個聲音 鍵盤會不會覺得很癢啊 還不錯啊 沒有還不錯啦 他有把這個做成鍵的 阿這個是要用買的是不是 他有處理組織 奧樂機跟 奧樂機配鍵 我跟你講我不會提喔 你們不要以為我什麼都會 我會的都是一些很奇怪的技能 不行我要挑戰到三次為止 啊 啊 啊 那為什麼這個雞毛膽子被視為是一個帶來好運的象徵呢 據說啊在以前比較古早傳統的時候 其實你嫁娶的時候 嫁妝裡面就會包含雞毛膽子這個項目 代表就是你起家的意思 就是這個雞毛膽子的意思就是讓你 越來越清 清就是很紅啊 意思就是說你事業各方面都會旺旺旺 就把它視為一個帶來好運的象徵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它是一個帶來好運 而且是一個用數十年的工藝做成的一個很高質感的雞毛膽子 然後用很傳統的這個東西跟現在年輕一點的形象合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還蠻酷的很可愛的可以拿來賞玩的玩意兒 這有點像那個浮塵啊對不對 就是倒估的那個浮塵 它這個感覺就比較神聖有儀式性 所以它這個是以前廟裡面在做的時候 比較有這種白色的 代表了這種好運祈福的意義 那如果你很好奇這個雞毛膽子是怎麼做成的 其實它的頁面裡有非常詳細的介紹 你會看到很老的師父 他還要特別用井水去洗毛 在太陽上面曝曬 倒一倒坐下來才有辦法變成一個真的很傳統的這種雞毛膽子的形成 所以其實也是還蠻有文化在裡面的 大家可以來去了解一下 那如果說你這個膽子買回去不要洗 但是你可以把它拿去太陽下面曬 等於就是保養到它 如果說它這個雞毛膽子有稍微髒掉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清 你就是用手先把那個灰塵拍一拍 可以用一點水就是稍微輕微的潑水在它上面 不要整個泡到水裡面去洗 會比較好 一定要曬乾喔 如果你曬三天的話會很好 那它這個鳳梨的顏色其實也有四款可以選擇 不是只有這個黃色而已 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它的頁面上面去看 這個奧勒基聯名的合作款式 是只有在折折平台上面 這段募資期間才有的 所以你之後在市面上 你是不會看到它們賣的 所以如果說你覺得這個crossover非常酷的話 就是要趁現在的機會趕快來擁有它 像我上禮拜在新竹的那個台灣設計展 好像有看到他們的那個雞毛蛋就去擺攤對不對 但是他們就沒有賣這個款式 所以其實 它是一個蠻 就蠻多人喜歡的一個品牌 就是趁這次的機會才能夠得到它的限定款喔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可以裝飾辦公室的小物 就是平常 除了讓你看了覺得心情不錯以外 它偶爾可以起到一些清潔的作用 然後也許可以幫你帶來好運 不管是在你的事業上 或是在你的人際關係上面 帶來一些好運我覺得是不錯的 好那最後面就是我們的抽獎時間 我們今天要送出的是這一組 奧勒基跟箭子的組合 所以如果你想要雞毛膽子的話 先趕快贊助 那如果你抽獎的時候 有可能可以多抽到這個 毛很密很好摸的箭子 以及這個可愛的肥胖的奧勒基 只要你完成一下兩個步驟 第一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第二是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折折開箱呢 你就有機會可以得到這個可愛的組合囉 那你可以告訴我們 如果買了這個雞毛膽子的話 你覺得哪些地方是可以拿來用呢 或是說其實你覺得哪個顏色比較可愛 或是比較看起來會幫你帶來好運呢 都可以告訴我們 就趕快永遠來留言吧 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再見 這樣好像還滿漂亮的 好壞 這樣也不錯 偏偏一朵雲 這個厲害 這也能唱